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我是振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达芬奇时期上,如何去快速抠像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有这样一条素材,滤杯素材 我们看一下 好,达芬奇时期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如果点住滚轮的话,你是可以拖动这个画面的 如果你把它拖歪了之后,双击这个素材条 它就会回到一个最正的位置 好,那我们同时预备了一个素材 就是一个沙漠的素材,背景素材 这个在我们扣完像之后,我们会把它叠在后面 好,那我们现在选中这条素材之后 首先我们找到媒体特效库 找到这个特效库,点开它 在特效库里边有很多个选项 有工具箱,还有这个OpenFX 我们要找的就是OpenFX里面的这一项 叫3DKeyer,然后我们把它拖给这个素材 好,现在我们在右边打开这个检查器 然后这有一个Effects特效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就能看到这个3DKeyer 点一下这个三角,找到这个OpenFX Overlay 然后在它点亮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是一种灰的 如果你要抠像的话,必须把它点亮 点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选一下色 好 我们现在选完色之后呢 我们看它大概抠的是这样一个效果 还有很多没抠干净的这种噪点 我们把这个最终合成这儿,输出这儿 给它改成这个Alpha Highlight 一个黑白显示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一下 我们哪没抠干净 比如这里,现在还有很多噪点 我们把这个遮罩调整打开 然后找到这个净化黑场 我们把它先稍微调整一点 好,这个噪点基本上消失了 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 好,基本没有了 现在我们就回到最终合成 然后我们把这个绿边 它头发上就有很多绿边 绿色的溢出 我们在这儿勾选一下 去除溢出色 好,那它这个绿色的边就不见了 现在我们把它跟下面的这个背景 合起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现在我发现像这个位置啊 比如说这里 它的这个脸的边上有一个边缘 特别的明显 这里还可以进行一个微调 我们选中这条素材之后呢 然后打开Effects 在这个遮罩层里面 首先我们给它一个净化黑场 就是再给它一些净化黑场 这个净化黑场其实就是有点像缩边 但它不完全是这个概念 它会让这个边啊变得比较的模糊和均匀 这个刚才选区的这个蓝线 如果你不想看到它 你可以把这个显示路径勾一下 这个蓝线就消失了 好,我们继续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收缩 收缩和放大 我们可以把这个收缩稍微的调整一点 这个收缩如果调整的多的话呢 它可能会消除一些你的其他东西 比如说它的头发 我们看这边 如果你把收缩调的多了 它这个头发就会消失掉了 所以为了保留它的头发 我们就是不调特别多 好,我们还是看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我们再给它一些黑色 让它的黑场再高一点 然后再给它一些降噪 好,经过了一些调整之后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脸上的这个边啊 基本上看不到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 还有什么位置 有其他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脸的边 胳膊的边 都没什么问题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现在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再进行一些什么调色的整理啊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面部啊 或者它的亮度啊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 比如我觉得它的亮度太高了 我把它调暗一点 让它跟后边的背景呢 融合度再高一点 然后把它的整体颜色偏移到 更接近于这个沙漠的颜色 好 那最后一步呢 你就可以把它导出了 在这个小火键里 把它导出 好的 那这个就是达芬奇时期的 一个快速抠向的简单方法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